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erry 這次我們來介紹12分之1的專打重工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加入追蹤或是可以到我的粉絲團按讚 那這個呢,12分之1之前已經出過6分之1喔 那他後來又再出了一個小比例的 那幾乎是一模一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外盒 然後呢 打開之後呢,你就可以看到 好,這是他的 內盒喔 那這次比較不一樣,就是要多附了一個臉,也不能說多附了一個臉啦 大家如果看我之前6分之1的開箱 就知道了喔,面具呢是可以戴上去的,然後面具拔下來就露出了這個臉 那因為12分之1的關係比較小隻喔,並沒有辦法就是 做成面具,所以他的臉 就變成是用 互換了,然後兩對手,一對是拿武器的,一對則是 握拳的還有一個 正常下垂的 手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頭部喔,他附了這兩個頭,那這個是可以做 交替使用,就是把它拔下來就可以換另外一個頭,然後轉到背面你可以看到 他在12分之1還做了可動眼喔,這是還 挺注重還原的喔,所以他 一樣跟6分之1一樣,就是眼睛是可動的,然後 一個呢就是骷顱頭的 頭,然後一個就是有帶面具的頭,那 如果之前收過6分之1就知道 面罩拿下來其實是可以換的,那在這一版本呢,由於就是 比較小的比例喔,所以你就是把它拆下來之後 然後 就換成另外一個 就沒有辦法做 面罩的帶 帶上去,可是他 兩個都有做可動員喔,這是 比較 比較用心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可動喔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參考之前介紹的東亞重工總共有 幾個系列的影片,那可動上呢 其實每一隻都差不多,並沒有做特別不一樣的部分,只是他的 可動其實就是他的強項嘛 所以不論是他的 頭在彎曲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做幾個比較誇張的姿勢,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做挺好的抬高的程度,然後 低頭呢 當然,面罩掉了 低頭呢因為 脖子卡住的關係喔,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的程度 那背面呢有呈現脊椎的感覺 那在腰部的地方 總共有 一節,兩節,三節喔,所以 這邊上面一節,然後這邊腰部一節,然後底下有一節 所以 雖然不能做到 下腰啦,因為 其實有一些人可以做到 下腰的動作 那但是呢,他的腰部大概往後 可以到 差不多接近45度,然後往前呢 也大概 60度喔,所以往前角度比往後的 角度還大 雖然不能做到真的人體的下腰,可是如果搭配上 腳的時候呢 其實是可以非常符合就是 人可動的角度喔,這是他比較 令驚人的可動 那再來手臂 手臂這邊有 關節可以讓你做前後 所以你也可以做 加上他手又做得很瘦,你就可以做抱胸的 動作,這其實一般的 一般的人偶並不容易 做到像這樣子 抱胸的動作,這是他在手臂上活動很好的地方 那雙重關節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以 舉到非常的高喔,或是 你可以脫篩 好,基本上你想到的動作 他大概 都可以幫你完成 這是他比較 好玩的地方喔,再加上他出了這個 小比例的,其實還蠻方便 這邊就是 做 攜帶的 的動作,你可以隨時帶出去,放在書包啊,放在包包裡面 好,這是我覺得 他出這小隻也是 另外的一個 市場喔,讓你在攜帶上更加的 方便 那再來大腿呢 好,當然可以做到劈腿 雖然不像我們上次講的機器人,還可以在更高的角度,不過他已經可以做到劈腿 然後前後也沒有什麼 問題 然後很神奇的是大腿還可以往下拉一點點 拉一點點之後還呈現就是 這叫什麼脫臼 好,拉一點之後關節就鬆了啦 也許可以做更大的弧度,但我不曉得這意義在哪裡,所以我還是把他裝回去喔 通常不會刻意讓關節脫臼來去做 動態,那整隻的關節呢,其實我個人覺得非常的緊實,所以 你不論是做單腳站立或是做 做是平衡的姿勢喔,他都 都可以就是很精準的站住,不太會倒 那這是他比較 好的地方那 小腿呢,你也可以彎上來到 就是 沒有,有些瑜伽不是可以像這樣子 摸到頭 好,那他也可以盡量還原到你 所希望的 的動作,那這是他在 可動上 很好玩的地方,甚至他這樣單腳站立都 沒有問題 那這個呢,是我非常推薦給大家的啦 那 之前的 六分之一其實已經漲價非常的兇喔,那這個 十二分之一呢,其實 維持了六分之一的可動,然後增加了 就是增加了攜帶性因為更小隻,那唯一的就是面罩是可以 變成替換式的喔,那這個是 唯一沒有跟六分之一一樣的地方,那不論是可動或是把玩性 都非常的好,那在這裡呢 強力建議喔,就是如果你喜歡人喔,這支絕對是不能錯過,雖然他是 十二分之一的比例 那最後呢,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 新品介紹,那同樣有需要預訂的商品,或是需要配合的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喔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 是東亞重工之 十二分之一的 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 在這邊